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等下都会讲到 那你们后面没有印 所以我就先给你看一下这个格式 那另外一张也比较重要就是商品外接备忘录 那商品外接备忘录基本上是长这个样子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叫做借出单位 那等一下我都会跟大家讲 借出单位借用单位 然后这边有借出单位借用单位 这边也是还有洽谈单位借出单位 商管部这边这个格式 我就先跟大家看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会讲到这个表格 好 那我们就现在就继续我们的那个商品外接 以及归还的流程 这个 好 它这个这样全萤幕大家后面的字看得到吗 可以 那没有看不到的话 你们去看你们手上的那个讲义也可以了 基本上呢商品外接的目的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订单还没有成立之前可能有些会用到摆样嘛到客户家里去摆样 这个我们都叫外接就是还没成立订单之前客户需要我们把商品借给借给他 我们就简单的称他就是一个外接 那他的目的当然就是也是希望透过外接的方式去帮助各位成立更多的订单嘛 好 再来基本上呢商品在外接的时候呢 外接的程序呢那就是在座的各位要去负责去把这个程序要整个完成喔 从那个商品从一开始申请要外接啦到出库啦等等各种程序大家都要把它完成喔 那要做外接当然要在这个各部门的最高组管在这边当然就是圣丰嘛 三部的圣丰要他签合那有一些特殊的状况的时候呢还要副指行长签合才可以做外接喔 在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讲的课程呢可以分为商品外接跟商品归还这两大部分 我们一般来说商品外接呢第一个是业务销售的需求 第二个就是公关推广或者是其他非业务销售需求 例如说我们商品要借外拍这也是要走外接的程序 在这边大家最常碰到应该是业务销售的需求啦 好商品外接的部分以业务销售需求呢 这个应该你们讲义上面是有喔 但是这可不可以放大一点 还是后面看得很清楚 明伦你看得很清楚吗 字都OK嘛 好 对 其实有个重点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是成立一张订单 举例来说好了今天他成立一张订单好了 那临时呢可能客人又觉得说 这个花瓶也不错 那你可不可以拜到我家里来试摆看看 他可能是一个新房子嘛 来进去试摆看看 那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呢 是可以让主管们签合就可以让他出去的呢 就是一个百分之二十就是整张订单的百分之二十 只要不超过这个百分之二十呢 基本上是部门主管签合 我们就可以执行外界的程序 让这个商品呢先摆出到客人的家里这样子 那如果说今天是没有成立订单的状况 你要直接让这个商品外接出去的话 就要副执行长去签合 那百分之二十很好算嘛 例如今天我们的订单是十万块的话 两万块以下的商品 从主管这边签合就可以外接出去了 那如果超过两万块的话 就需要副执行长的签合 这个条件如果是业务上的需求 很简单嘛 这样大家有懂 好那既然这样这一块很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流程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要外接的商品呢 它很可能是在仓库也很可能是在门市 这只是两个作业上的不同 好所以这个大家在 看你们可以看手上这个 也可以先听我讲一下 基本上呢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先签订商品的备忘录 那我们要详述借出的原因归还的日期 还有客户双方签合同意 然后再附上那个合约或者是订单的银本 因为你们手上没有这一张 然后在主管的签合 我再来跳过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张 也就是说呢 借出的单位是我们 就是我们哪一家门市 然后呢借用的单位就是对方 我拿我这个 你们看这个备忘录 然后我用缩的好了 这个呢不管是商品 不管它是在仓库或者是在门市呢 我们在今天跟客户在洽谈 要做商品外借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第一张必须要先填写的资料 填写流程第一个 然后呢先写出借出的日期 然后要订好它的归还日期 还有借出的原因 比如说是商品摆样 或者是借外拍等等之类的 然后附件备注 那如果是跟着订单出去的呢 基本上呢就必须要订单 或者是合约的银本 这个要把它注明上去 然后再来是商品的明细 各位必须要把商品的明细 就很像开订单一样 把商品的资料先把它写在这上面 这个呢我们会给你们握的档 如果说这个表格不够 我们可以自己再延伸的使用 那外界的说明呢 商品出货之前呢 提供单位确认货物的状况 并与单位进用现场点交它的状况 好这个都是 就是其实呢我们整个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重点是说 今天我们借出去的商品是好的 在客户在点叫的时候 它也是好的 在我们今天在回收来的时候 它也必须要是好的 那如果说回来的时候 发现这个商品有问题的时候 谁要去承担这个商品的责任 比如说我们借了沙发出去了 它刮到了 那回来谁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今天为什么在这里告诉大家 要把这个程序做完整 我相信这个责任 我们就是要去理清这个责任 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当然我们要跟客户 要先把这件事情先谈好 这样子 所以在承诺于借出期间 它要付保管的责任 那依商品的定价85则赔上 基本上要外借的时候 我们要外借单位 借用单位 要让他们去统一这件事情 所以让他们签这个 那借用单位承诺于 预定时间亲自归还 然后要点清数量跟商品状态 那如果借用单位 或接触单位 我们这边呢 同意他们要延长外借的时间 那么那就要必须要 三天前告诉我们 然后做后续的作业这样子 这边有一个洽谈单位 基本上呢 为什么会有另外一个 拉一个洽谈单位 有可能今天在外借的时候 可能不是我们门市的人员 也许是 也许是比如说好像星期好了 他们会去洽谈 但是呢借出单位 一定都是门市的人 那下谈单位有可能是行期 或者是其他的部门 对那基本上借出单位是我们 就是我们部门这边 同意他外借了 然后呢借用单位呢 就是外部的人员 所以呢这上半段 是要请外面的人 去做签合的 就是让他们同意 比如说我们借给 某某建设公司好了 他们的样品屋 那么那就要请他们 来帮我们签署这样子的文件 签完了之后 这上面等于是说 我们对外部都签完了之后 下半段这一块 就是走我们内部的单位 既然如果下谈人 单位呢是我们 那当然就是 就是我们部门 就是我们自己签 好那借出单位 也就是我们 再来踩到商管部 那有必要 踩到副执行长 这样端于这一块 大家了解吗 签合这一部分 这个 其实让大家签这个 其实也是要让借用的单位 他们有了解说 今天商品过去 他们又要负保管的责任 这样子 这个是权利义务的部分 让大家在做的时候 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做了之后呢 我们今天借出去 要已经答应他外借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安排他出货 对不对 出货的时候 然后就会到刚才这一份 出退货名系 所以我们在做出退货的时候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能出退货的日期 都可以把它写上来 一个是预定的时间 然后出退货日期 然后客户的名称 比如说某某建设公司 然后呢 取货 这个取货呢 是到比如说在门市取货 好那就是写门市取货 或者是仓库取货 然后送货的地址是谁 到哪里去这样子 那也有可能同样一个商品 它取货的位置可能不一样 也许KASA有货 也许是在北欧有货 然后那这些都把它写清楚 好这个就是出退货 那这写了之后呢 最主要是给物流看的 然后这边是承办业务人员 营业部的主管 再来是商管签 然后这一块签名栏这边 再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块签收的人呢 一定是你货送到 比如说某某建设公司去 他们那边的对口单位 他们要签收 好而不是我们的业务人员 即便我们业务人员有过去 那那个签收的人也不会是业务人员 因为如果是业务人员签收的话 到时候那业务人员要不要对这个商品负责任 如果有问题的话 为什么会特别讲 因为有时候业务 我们的业务人员人很好 在那边就会说 我来帮你签 我来帮你签 就是将来 今天这个出退货明细表呢 其实不管在哪里 我们常常去送货到客户家里的时候 其实我们服务人员都会在旁边嘛 但是我们服务人员 不要帮客户去做签收的这样子的动作 好 然后再来是送货的人员 然后出货的人员 好 这一块 就是在这一个是 特别要跟大家再注明一下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在做外界的时候呢 基本上你的出退 那个出退货明细表 跟那个 刚才讲的 外界 这个单据 这个 外界商品外界备忘录呢 就是我们在做程序中 很必要的一块这样子 好 你们都制滑了这个之后 就到商管部这边 好 然后呢 出退货明细表 要跟物流约排成的时间嘛 这个 好 这个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单据 就是给物流 那物流约了排成的时间 不管他接货在仓库 他就会去仓库剪货啊 等等之类的 他仓库剪货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会把货掉到门市去 基本上在库存里面的作业 仓库他会把货掉到门市 他不会把他做一个出货的动作 他是把货掉到门市 对不起 货掉到门市之后 我们这里的服务人员 就门市的人员 要再把货 先第一关就是先货 他掉到门市 你们就先验收 验收完了之后 再把货掉到外界仓去 这是一个电脑系统上的作业程序 要把货掉到外界仓 然后再通知我们商管部去验收 那么这个商品就会在外界仓 好 商品在外界仓 我们看了你们刚才做的 那个备忘录 我们就会知道 它的 它该回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所以时间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告诉你们 时间到了 货该回来了 那我们就会去看看货有没有回来 货有回来之后 货又会回到门市 所以我们这边 会再把货再调回门市去 就是做一个商品归还的动作 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其实还蛮简单的 但是该做的程序都要做到 就我们的库存就不会有问题 这样大家理解吗 好 如果有中间有不理解的部分 就麻烦随时提出来哦 好 那基本上如果货在门市的话呢 跟货在仓库的程序是差不多的 只是少了一道就是 物流不用再把货调拨出去 直接由营业部的人员 把货调到外界仓 然后商管部直接做验收 好 然后你们再跟物流去约排程 约时间 然后就可以出货了这样子 就可以把货做外界 好 好 那个关于我们业务销售的 需要配合业务销售部分 做外界的这一部分OK吧 流程简单 其实等一下Debit在看的时候也可以 其实掉播的部分 他们应该都会做嘛 你们需要看系统嘛 不用吧 不用嘛 在系统的部分不用看 那我们就不用 要不然其实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讲保留仓也许会看到 会嘛 可以一起看一下 好 接下来是公关推广 或其他非业务销售的需求 这一块呢 因为没有跟着订单 所以一律都需要由负值钱合的 它的文件作业呢 其实跟刚才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需要有一个主管签合的部分 它你要写明你的原因是 比如说是媒体外拍 或者是展览签合等等 就是在于做外界的时候 这个原因要把它写清楚 需求单位要把原因给它写 要把原因写清楚 那一样嘛 它有分商品在仓库 跟商品在门市的部分 好 这边都是要做 然后呢 做完了 他们呢 跟提完了需求 这个给富池签合之后 签合过之后 他会再来营业单位这边 跟我们营业部门去确认说 商品在哪里啦 比如说跟你确认商品在 营业在门市 或者是商品在仓库 然后我们营业部 就会配合他去做后续的动作 因为我们比如说行政人 那个行器他们没有办法 自己去任意调步商品 一定要由营业单位 这边来做配合这样子 然后商品管部这边 会再帮他做后续的 一样是跟各位一样 就是帮他做验收啦 帮他去把这件事情 把他做验 登记 就是把他记录进来这样子 然后物流去 帮他做出货 这边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是营业单位 他们会变成是 配合我们的行器 或者是其他的部门 去做一个外界的手续 好 这个大致上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商品归还的部分 那在业务销售需求这一块呢 今天如果商品要退回来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做了退货名细表 就是你们时间到了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写出退货名细这一张 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做出退货名细这一张 然后去跟物流再去约一次的排成 然后再到商管部这边 确认外界的备忘录 这些资料都可以提供 都要提供给物流 物流就会安排去取货 那这一块呢 在系统的部分呢 就是今天我们 本来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商品已经在外界仓了嘛 会有商管部的人 再从外界仓再调回到门市 那门市的人确定 货都进来了之后 我们门市的人要再去做验收 把这个货 确认他已经进到门市 做一个归还的动作 那如果门市今天有必要 要再把它退到仓库去的时候 就要麻烦门市的人员 再把它起掉 不断再起到仓库去 然后他就可以退回到仓库去 然后仓库的人再去做验收 基本上这是归还的动作 那非业务向销售的需求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只是说有一端 退换或明细端 这一端是要有 借出单位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洽谈单位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非业务的销售 这是直接回门市 那基本上就差不多啦 关于这一块大家有问题吗 这边有开始有做外界的需求了吗 就只有上一次那一次吗 好 其实是大同小异啦 所以如果最重要的是 在商品外界备忘录这一份呢 要把它做完整 好那这个东西我们都会放在工厂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 你们就可以把这一张 有需要的时候你们再自己把它拿出来用就好 最重要是这一张要把它写清楚 然后不要搞错了它的栏位怎么填写 如果到时候你们在使用上真的忘记 或是不清楚的时候 欢迎你们在随时再打电话进商管部 我们都可以帮你们看怎么把它做到完整 然后就是在商品出去之前 这一张一定要做到完整 好那在接下来麻烦 就是要麻烦大家把我们的货在哪里 这一个动作都要确实执行 就不会库存就不会有问题了这样子 好 所以外界就到这里 大家有问题吗 那接下来David你要接着讲保留长吗 谢谢大家